四叉猫就爆料说民众党各县市的议员开始大量的在进行所资 就是要针对容积率超过400的这些建案 现在烧完新竹医院被打脸之后 现在民众党是不是还想开其他战场来打这个污垫战 另外就是开议在即 现在民众党为了就一人 现在蓝英要配合唱贺 这国民党为了是不是要争取巴西的支持部分 可能整个党都会赔下去 谢谢 好两个题目 再一次要把我们戳破蓝白红 要斗臭台湾司法 破坏台湾司法公信力的四个奥伯 我想这个图卡 这个纸板恐怕要用很久 因为每一天他们都寻着这四个奥伯 想要再出新招 但是都不脱这四个奥伯的做法 而且经验证 新的做法都一再的继续被打脸 那今天四叉猫有传出就他的发现 那蓝银白银恐怕会在地方议会透过议员的合作向各县市政府要求要来审视各个地方政府的容积移转奖励案 我想各个议员来监督市政 这本来就是职责 台湾的容积奖励都有明确的法规 不要因为柯文哲金华城 他是一个涉及违法图利 恐怕还有贪污 他是一个弊案 但是不要因为金华城单一弊案就把容积奖励来妖魔化 来污名化 容积奖励的这个制度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奖励的方式来增加公共利益 来促进都市的进步跟发展 所以容积奖励的政策不应当因为金华城弊案而被污名化被妖魔化 那现在白银更要透过为了违未救赵 在各个县市都要如法炮制 他们现在高雄的国宾饭店案提出了不伦不类的类比被打脸 那上周也继续的针对新竹的马街儿童医院案 同样的手法一样被打脸 这些民众党人他们的脸真的不痛吗 所以在这个四澳部当中的第三点 我们很清楚的揭示他们的手法 会大量的拿其他容奖的案件来错误的类比 要么就是就案重炒 老调重谈 要么就是现在想方设法去找出新的案子 来违未救赵 这就是要转移焦点 而且不惜牺牲了荣基奖励这样一个 应当被正确使用的政策工具 请民众党人适可而止 不要为了柯文哲 你们已经要把台湾的司法公信力陪葬掉了 现在还要把台湾这个都市计划的政策工具 荣基奖励的这样一个长期以来的做法 也要葬送掉吗 不要为了个人救柯文哲来牺牲台湾正确的制度 制度在那里 制度是对的 制度是好的 只是被你们柯文哲用坏了 搞烂了 制度是对的